一個領導人 一個領袖 他在外交關係上面 他需要有更多的能力 至少不能說錯話 當然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到 柯文哲就頻頻失言嘛 你看他對這個日本的關係上面 他搞錯對方的政要的名字 甚至還造謠說這個CPTPP 是沒有辦法台灣無法加入的 柯文哲失言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外交上失言是很嚴重的事 所有的外交 只要懂得外交人都知道 你都私下講的話 是不能公開引述的 因為那是一個私下的默契 就算要引述 不能講誰講 哦 只能說我聽錯 你不能點誰 更不要講你還點錯 所以我講外交的議題 是非常敏感的意思 說要去新加坡訪問可能受到影響 他不能去了 不會往後演 為什麼 開玩笑我今天跟你見面 你過來回來 回來台灣之後就把他講出來 那我怎麼敢跟你互動呢 我怎麼敢跟你講真心話呢 所以只好客套囉 客套你就得不到真正的訊息啊 對不對 因為大家知道你不可信啊 我今天跟你講的話 明天出來就講出來了 甚至為了你國內選舉的操作 就把他弄大了 這是非常undiplomatic 嗯 也就是說非常不符合外交規矩的 是 我今天不休想說不吵 我今天不想說不吵 我今天不吵 你不吵 你還有一點點